嗨,大家好,我是小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今年威尼斯迎战首映 后来在Netflix上面上线的电影《金法梦录》 可能是今年一整年最具争议 观众反映最两极的电影 这部电影也在我近年的观影体验里面 奔演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 通常在看完一部电影之后 我都很能明确地知道我喜不喜欢 而且通常能确切地说出 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部分 但是在看完《金法梦录》之后 我很久以来第一次感觉到 我没有办法马上说出 我到底喜不喜欢这部电影 或是说有多喜欢这部电影 很少电影让我有这种很困惑的反应 在连续几天的思考之后 我好像距离我对《金法梦录》真实的感受 稍微近了一点 但还是有几件事情 我觉得当下看完的时候就很肯定 第一个是电影的片长真的太长 以电影中想说的内容看来 166分钟真的太长 尤其是电影中段开始 感觉故事开始停滞不前 其实大概可以休闲到两个小时左右 或许可以让电影更聚焦 第二件事情是 《安娜·迪阿姆斯》饰演的《玛丽联梦录》 真的太传神 太精彩 把她在镜头前面的灿烂笑容 以及私下生活的脆弱无助 饰演得非常生动 真的是我今年看过的 女演员的最佳演出之一 这部电影看似是 《玛丽联梦录》的传记电影 但它其实改编自 一本关于《玛丽联梦录》的 同名虚构小说 没错 是虚构小说 所以这部电影并非是传统的传记电影 看到一些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说 这部电影穿凿附会 里面出现了一堆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很像在《乌赖》 或是玛丽联梦录 但是虚构传记的电影 就是从真实的人物原型出发 编导再加入自己的想象 但这样虚构性的电影是否应该存在 或许就已经是让不少观众反应分裂的原因 但这部电影这么有争议 最大的原因就是导演在电影中 加入了不少非常露骨 非常赤裸的画面 让《金法梦录》成为Netflix上面第一部NC17 超限至极的电影 但说真的现在Netflix只要有账号 5岁的小孩都可以只要按遥控器 什么都看得到 到底这些镜头是真的有必要存在 还是只是纯粹在剥削梦录的形象 这个大灾问 可能就是让不同的观众 有这么不一样的反应的原因 这个问题 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真的是见仁见智 但在这几天的反复思考之后 我觉得导演之所以安排这些内容 是有机可循的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观察 对我来说 《金法梦录》的故事关键字 是需要和被需要 玛丽联梦录的原名叫做诺马珍 诺马成长在父亲缺席 长年被母亲虐待的环境里面 从小因为得不到母亲的爱 她把自己的爱的憧憬 既放在父亲身上 或者说 她想象的父亲的形象上 因此她把对不存在的父亲的爱 投射给她进入社会之后认识的男人身上 有趣的是 当人想要别人爱自己的时候 某层面也是希望别人需要自己 希望自己是被需要的 但话说回来 被爱和被需要 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诺马在没有爸妈疼爱的环境下长大 她不知道爱到底是什么 在渴望被爱的过程中 她把被爱和被需要混为一谈 到底为什么梦录不想要大众 只对她的性感形象有兴趣 更希望有人欣赏她的演技 却继续答应接演那些 加深她金发傻妞的刻板印象的角色 我觉得可能是 诺马知道只要自己扮上梦录的身份 在荧幕上 或粉丝面前 就能被众人需要 所以我认为她扮上性感的形象 不是全人被动的 某层面也是希望自己是被需要的 所以主动扮演 以为自己被需要 就等于被爱 诺马其实刚开始以梦录的形象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其实是很享受的 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爱 接着在与男性交往的时候 自动成为那个低声下气 逆来顺受的人 希望借此得到缺失的父爱 或是异性的爱 但当直到诺马发现 自己得到的并非是爱 而是别人的需要的时候 她已经陷得太深而难以抽离 甚至大家需要的并不是她真实的自己 而只是需要她的形象 她的身体 诺马从小就得不到爱 但梦录什么都不用做 就有一堆人因为她神魂颠倒 我很喜欢诺马总是用第三人称来称呼 梦录 对她来说 梦录是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身份 但诺马也不是没有遇过爱她的人 她与第二任的丈夫 剧作家亚瑟米勒 我相信两个人之间 是有真正的爱情的 但命运造化弄人 两个人最后也是悲剧收场 但在把女性商品化的父权社会里面 寻找父爱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电影毫不留情的 让诺马随时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导演也用了不少创意的手法 呈现诺马精神的状态 例如诺马有一段 服药之后坐飞机的那一段 让她无缝接轨地穿梭在飞机里面 和粉丝于闪光灯之前 其实她表情里全都是恐慌 但粉丝却完全没有察觉 因为在粉丝眼中 梦录是完美的 没有缺点的 绝对性感的 那这一切 到底和那些赤裸的镜头有什么关系 在这以前 大家都还是把梦录当成一个人的形象 但到了最后 梦录被扔来扔去 被各种人随意地架走 拖来拖去 被迫做出非常低贱的事情 完全变成没有办法 掌控自己何去何从的玩物 当原先所有人都迷恋 光鲜亮丽的梦录 都已经卑贱成这个样子 那原本就得不到爱的诺马呢? 这个原本纯情的女孩 带着寻求爱的向往 希望透过梦录 得到别人的爱的愿望 就完完全全地毁灭了 那这些赤裸的镜头 是不是最好 或是最有效地传达这些意涵的方式 我觉得并不是 但必须承认 在看电影的时候 的确让我很震撼 最后电影的十分钟 有几段梦录像是梦游一般 从床上起身油晃 真的是我今年看到 最让我不寒而礼的画面之一 因此我不认为这些赤裸的桥段 是无意义的剥削 但我觉得这就要看你认为 这些画面是剥削的 还是关于剥削 两者间看起来类似 却是天壤之别 又只有一线之隔 描绘人被剥削 到底本身是不是就是某种剥削 或是说导演在电影中 呈现的剥削 或是男性凝视 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穿透力 反写 成为反凤 那真的是见仁见智 我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问大家这个问题 大家两边的投票票数 接近1比1 就能看出大家对这部电影 反应到底有多两级 但艺术创作本来就是互动性的 自古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创作品 都是由作品和观众反应间 彼此互动而缔造出来的 很久没有看到一部电影 能像金法梦录这样 制造出如此的话题 或许出现这个现象的本身 就已经是电影的胜利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金法梦录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作品 欢迎留言跟我分享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大家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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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sarm